在科举考试盛行的时代 最高等级的考试便是电视 明清时期 电视的前三名 依次被称为状元 榜眼和炭花 对于普天之下的读书人而言 公布电视名次的那天 如果能够榜上有名 那便是获得了一种无上的荣誉 高官后路也许就会接踵而至 那么古时公布电视结果的过程 到底是怎样的 成语中又是怎样描绘 这一热闹景象的呢 包枕 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包青巅 可能不知道当初包枕啊 相传它一生下来 就是黑乎乎的一团肉 于是他妈妈觉得 哎呀这个生什么东西呢 很奇怪 就让他的父亲 把这个包枕把它包起来 就放到江里面去 任其漂流 想把它弄掉 就是不要它了 把它丢了 当时候包枕的哥哥和嫂子 听到说妈妈生了一个孩子 然后父亲呢把这个孩子呢扔了 急忙跑到那个江边 一看 看到水的中间就有一个包裹 而这个包裹的旁边就有一只老虎 守着它 这个老虎看到包枕的哥哥和嫂子来了以后 老虎就赶快就跑走了 于是哥哥哥嫂子把包枕抱回家 由他们来抚养他 哥哥嫂子想啊 包枕那么黑 我们不要让他到外面去 去跟人多打交道 我们让他读书 让他有出息 于是包枕呢 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拼命的读书 最后呢考上了进士 以后他做的官 包枕的做官呢 完全是靠他断 断得非常有名 一步一步做到了比较高的官 而且兼有很多的权力 能够拥有三杂 可以先办事后奏请 这是极大的信任 这个独占凹头啊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传说 这个传说里边呢 参加科举考试的人 已经没有特别的名字了 大家就叫他魁心 然后这个魁心呢 他长得不怎么样 有一脸的麻子 而且腿呢还是瘸的 然后他一路考试 考到了电视 到了电视上面 皇上一看 这个人长得不怎么样 就很不起眼 也不高兴 皇帝问他 你的脸是怎么了 他满脸的麻子太特别了 这个魁心就回答 麻面应天象捧摘心斗 这个麻面呢 就是天上的星星一样的 可以捧摘心斗的 这个回答非常的机智幽默 皇帝呢也就开心了 接着问 你这个脚 这个像画圈一样的走进来 你这个脚怎么了 他就回答圣上 一脚跳轮盟 独占凹头 这是一个说法 那么这个独占凹头 作为高中榜首 然后听榜的时候的一种极大的荣誉 表明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 可以是成功的那个前排兵 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 考试得了第一名 你可以说独占凹头 有的时候你比赛你得了第一名 可以说是独占凹头 他的意思跟前面差不多 但是他更加霸气 明清的时候 有经电传颅的一个流程 这个流程非常浩荡 非常盛大 通常呢 那些高中的那些学子们 全部要穿成官服 在两列列开 那是在经电之外的 那个圣道上面列开 然后经电之内呢 皇帝也穿得非常隆重 由传颅官 依次把众德科举的那些名字 一一到来 然后逐渐的由宫里边 一传二传 传到宫外 宫外呢 站在圣道上面听榜 第一名 状元 谁谁谁 然后这个宫里边 就有一个人传 传出去 谁谁谁 第一名 状元 好 再传到门口 又第二位再往外传 传到后面的玉道上面 这个得了状元的人 就开始站在玉道的中间 然后站在玉道中间呢 表示他就已经成为天子的学生 那么这样一个过程里边 在进士里边的前三名 就是状元 榜眼 烫花 这三个人呢 每个人要唱三遍 以示跟其他的人的区别 那么这样一个盛大的 这种传唱完毕以后 前三名 就是状元 榜眼 烫花 就要走到 金鸾殿的 殿前的台阶那儿 站好 成一个三角形 然后状元站中间 这两个站两边 形成一个三足鼎立的 那个样子 正好站在中间的人 他就是站在凹头上 所以叫做独占凹头 只有他一个人 能够站这个位置